重點就是當然第一個我們用先把Column跟Roll 然後再抓到它的那個位置 其實就列而已 再利用Index去抓它的資料過來 最後用Repress或Mid 再把前面欄為名字給去掉 抓過來之後就會是我們要的資料 你會把他向右向下 資料馬上就按照 你實際上要的那個結果 幫你把它放在你指定的位置裡面 那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其實工作裡面還蠻常遇到類似像這樣的狀況 就是你的原來的資料 可能排列的方式 不是跟你要 未來放的位置 其實是不一樣 沒有那麼剛好四欄就放四欄 可能就是 一欄或者兩欄等等 可能就是你再把它自動再把它 變成你要的這個格式 所以後面當然你也可以再做一個 延伸性的練習 比如說你中間在空一欄 一欄好了 那這邊假如說你又要再把這邊 全部就再恢復成 單一欄的話 OK 那你可能會需要遇到什麼問題 比如說我希望再把這些 全部再恢復成單一欄 那當然如果 還是用那個什麼呢 用那個 Index函數的話 如果你要再恢復成單一欄的話 那第一個範圍是這個範圍 第二個的話呢 那個 Raw的話呢 那就是你這個範圍裡面的第一列 對不對 然後你的 Column是哪一個Column 這個範圍裡面的第一個Column 對不對 然後他又抓到這一個嘛 先幫你搬過來 那可是你未來你希望向下填滿的話 那可能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呢 當然 你可能要分兩個部分 這個 這個 他向下填滿的時候 一樣都是什麼呢 都是 第1列 這個也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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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個1對不對 所以會有 向下填滿 1 然後再來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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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複 再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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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列的訊息 那Column的話呢 一定是這個範圍 的 什麼了 一定是 如果Column的話呢 一定是 需要的是 變出什麼呢 你可能要變出 1234 然後再來就是1234 因此類推 所以呢如果你可以把這個 Rule number跟Column number 把它變出來 那你答案就做出來了 不過前提是你不需要先把這東西做出來 你可以想想看 這個部分的話呢 延伸性的練習 因為工作裡面難免 不外乎就是 先把它分了 分了就要把它合了 分分合合 其實工作裡面不外乎這樣 當然未來可能也會有遇到就是什麼 除了儲存格或範圍的分分合合 其實工作表裡面也會難免 比如說你有很多工作表 你希望把它合併成一個 合併完之後呢 你又會需要把它分開來 有沒有 可能給不同的人看 那他可能就會希望看到是合併的 還是是分割的 或者你要輸出成報表 你可能要把它合併 那最後呢 你又要重新要分析統計 你要再把它分出去 所以 就是經常分分合合 但是呢 這個範圍 裡面呢 我們還可以用index 可是如果像工作表 這些東西 就幾乎沒有 像那個內建函數 就幾乎沒有對應的那個 內建函數可以做這些事情 所以像後面如果像工作表 或者像工作部的話 那這個地方可能就只能用VBA來完成 OK 那當然這也是下一個階段的課程 可能會講 就是會講到的 因為 我們目前這個階段還是屬於 比較單工作表為主 OK 所以等一下也許可以想想看 這個地方如何再把它合併起來 那另外請各位再 把這個 複製一個 我們在練習另外 用另外一個把這個把它刪掉 那如果說我今天我不要index 我換另外一個工作裡面還蠻常用到的就是 用那個indirect函數 這個 前面好像我們也有練習到了 只是說前面練習可能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如果說我今天用它 去幫我把資料帶過來的話 那實際上 indirect 跟index最大不一樣有哪一些 第一個 他不需要跟他講說指定哪個範圍 因為他是直接抓取 indirect直接 直接抓什麼 這個工作表裡面的哪一個位置 所以呢 你不用跟他講 反正你就是 他就會直接抓 那位置的名稱特別是 一定是一個 reference tether 所以呢 一定是一個文字 比如說我指這個 那記得他指的說 他裡面 他帶過來 雖然他有幫你帶過來 可是呢 他這個時候前面前後沒有雙一號 那沒有雙一號 就不是一個文字 所以記得 你記得要把他前後 再加上什麼呢 加上那個前後雙一號 這樣子的話才會是正確的 那另外 還有一個就是說 這個indirect 用法跟那個 我們VBA裡面那個 Range 物件還蠻像 因為Range後面呢 可以是 雙一號 裡面放哪個位置 直接抓取 所以如果 其實我的習慣 如果indirect做得出來 那VBA也做得出來 因為他們其實還蠻像的 稍微修改一下就OK了 所以呢 第一個 那我如果這個地方是抓B2 那在下面這個是 在這個的話呢 是抓B3 再來抓B4 你會發現 這個reference text 前面這個B是一樣 可是後面這個數字不一樣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其實一樣的方法 我可以利用像剛剛的概念 我可以先產生一個數字表格 不過剛剛的數字表格是產生 1 到32 不過呢 我需要的數字表格是 2到 33 為什麼因為這個地方 它是直接抓取 那我要怎麼產生2到33 其實規則跟剛剛這個 還蠻像的 所以我直接拿這個來參考 有沒有 其實就是 先column 或者我們直接來自己用 這個插入好了 因為沒有很複雜 column然後 如果要產生2的話 就減掉多少 剛剛減掉3 我減掉2就好了 第一個 先產生它的編號 2到5 然後向下填滿 其實也都是2到5 那如果說我要產生後面的 就是加上它的 它的倍數 那因為每四欄 唯一倍啦 所以我就 直接呢 ro 減掉它現在 所在的列 然後呢 前後再 先減掉之後呢 乘上4倍 OK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呢 那我把它向右 再向下 到這裡 OK 那我這個地方呢 就產生什麼 產生2到33 的這個什麼 這個數字表格 那 當然如果你要把它 跟剛剛那個 Inderate合併的話 實際上就是 Inderate 那一定都是B欄 所以B欄 串接什麼 後面這個 不過你想說 老師那這地方是數字啊 那你把它放過去它怎麼會變文字 啊其實 Excel 其實還蠻聰明的 他不需要轉型 他只要用m的符號 後面如果遇到數字 他會先把那個 把那個數字 轉型成文字 再串接 OK他的流程是這樣的 如果你是遇到加號的話 加減乘除 他如果加減乘除 後面如果是一個文字 他也自動轉型 然後再 比如說你是一個文字 他幫你轉成數字再來加減乘除 無論是Excel的 這個公式 或者VBA都一樣 他跟其他的程式語言 這個地方比較不一樣 因為其他語言 你一定要先轉型 才能夠做運算 但是呢 VBA這個地方 他比較人性化一點 他會自動幫你轉型 他只要遇到 可能不一樣的那個運算的方式 他就是自動幫你轉 OK 所以這個也是比較稍微 有一點人情味的地方 OK 那也是VBA 他 算是比較自動一點 因為其他語言沒有 你轉型錯誤他馬上跳出錯誤 他絕對 不OK的 就是完全是 要符合他的那個 規範才可以 好 這個地方做完之後 我們再把這個 減下 然後呢 用插入函數的地方 再利用什麼 Indulator 幫我怎麼樣呢 串接 先一個b 再and什麼呢 因為and 貼上剛剛的東西 那我剛剛講過啦 如果你後面呢 本來是個數字 經過了and 他會先把後面這個2 數字的2怎麼樣 先幫你轉成 這個2 然後呢 再跟b 串接在一起 所以串完之後的話 剛好就是b2 OK 所以他的流程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我就把它按確定之後 有沒有他一樣會幫你把它串出來 然後向右 向下 然後後面怎麼做呢 其實也是一樣啦 其實如果說你要把後面的東西呢 再把它刪掉 就是前面欄位面刪掉 跟剛剛一樣 你就直接用那個 文字函數裡面 或者最近使用過裡面的 密的函數 把剛剛的公司貼上 然後從第幾個字呢 從LEN 跟剛剛一樣 LEN 錢瓜糊 他的欄位名稱 加上兩個字 後面我全要了 輸入99 然後因為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所以把一列給鎖起來 加個錢的符號這個 欄不要鎖 按確定 向右 向下 全部也都抓過來 這個是利用什麼 Index 函數 幫我去把資料抓過來的一個 過程 OK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比較 那這個部分呢 跟那個index 比較接近的地方 就是 第一步 還是需要 用 Column跟Raw 幫我們去產生 2到 33 的列號 然後再去跟B 藍 那個 文字的B 串切 試試看